这是一把坏掉的儿童雨伞 今天我们来个小改造 给四岁的小宝做一个小围裙 下一次画画就不会弄脏衣服了 我们先将伞面拆下来 将带图案的三片拆下来 对折 上面量14公分画标记线 连画线裁件 中间下一公分减弧线 对折 下脚鞋踩5公分上去 底边剪圆肾 另拆一片下来 对折 剪上边宽7公分 从另一片上踩下来 四根宽4公分的长条 重新踩一片14乘26公分做口袋 将口袋对折 上口边留一公分开始 车缝侧边 另一侧掩阳车缝 将口袋上面劈开 与群中心对齐 车缝 将口袋再返到背面 上面一块宽边中心 与群下摆中心对齐 口袋两边的缝线对应处 打剪口 中间对齐 沿边车缝 沿边窝一公分 车缝一圈 车缝固定两根绑带 两根布条拼接 车缝一根46公分长的袋子 先将上面握边车缝明线 两边也握边一公分车缝 结束时将袋子一头压在里边 车缝 车缝小口字固定 另一边也一样车缝袋子 一个简单实用的儿童围裙就做好了 漂亮又防水 你看明白了吗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